大家好 我是李大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互质 第一次互质呢 这个主题叫 这个标签啊 要去标签化 确实标签很讨厌 对吧 我也有很多人 给我贴很多奇怪的标签 很烦啊 什么有智慧 幽默 有才华 很烦啊 很讨厌 大家看就是一个 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 大家已经看过《吐槽大会》 都知道对吧 就是头发 剃了 剃了 现在就很尴尬 因为大家很多人 是因为头发才能记住 我本来还想整个绒 把眼睛切大点 不敢切了 没头发就靠眼睛了 整完绒更没人认识你了 但这个一点 柳元姐就特别了不起 不管人家整多少次绒 你都能认得出来 柳元被称为 中国娱乐圈 唯一一个 看剪影 就知道是谁的女人 有标签啊 其实是好事 对吧 有标签说明人家认识你嘛 能记得住你 对吧 像霓萍啊 红这么多年 也有一个标签 就是年长 不是不是 爱山情 爱山情是吧 大家都总说 霓萍太爱山情了 怎么什么节目 非晚上山枯子 我觉得这样说不好 啊 山情怎么了 山情怎么了 虽然她现在是一个 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但是她当年只是一个 孩子善斗牛肌的 不同女孩 很难啊 山情很难 非常难 非常 这个手艺是很难的 我这演一下头都晕了 有点膨胀 确实有点膨胀 吐槽大会播完之后呢 我跟池子被贴的最多的标签 就是膨胀 对吧 我觉得这个标签对池子来 还是很客观的 你说说到膨胀 就得是我们张绍刚老师 那真的是 平易经理 坐高铁 从来只坐商务舱 这个没办法 人家身份到那了 对吧 但我跟她一趟车 我就是坐个一等座 那我俩呢 经常一趟车啊 当天到了一个地方 晚上就要演出 我在高铁上 是要跟她过段子的 那一等座 怎么跟商务座过段子呢 那个门你是进不去的 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就体验出 我们张老师平易近人 就蹲在这个商务座的门口 隔着门给我过段子 你说人家这个人品 就我也蹲在那 我拿下电脑 我说张老师张老师 你看这个段子 说话就说话 手不要伸进来 注意自己的身份 好人啊 好人啊 好人 向她学习 我现在呢 还有一个标签 就是叫这个公众人物 很讨厌 你这公众人物什么意思呢 我慢慢反应过来了 就你啊 骂我 我不能还嘴 我就是公众人物 特别不服气 凭啥呀 我也是对不对 交钱上网的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网民 我是WiFi自己买的 凭什么你说我就不能说你 虽然我现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大家我只是一个感觉 现在我一次也不服气 很难啊 这个手艺很难很难啊 其实我说这些呢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互相乱贴这标签啊 什么明星啊 粉丝啊 公众人物 没有意义啊 大家真的都是普通的人类啊 human 对不对 你们都不看新闻吗 就是我们很可能很快就要被人工智能统治了 对不对 我们还在这互相贴标签呢 人家将来给我们贴什么标签啊 人类一号 二号 三号 对吧 但是呢 不过以我们人类啊 这种没出息的德性 我觉得真到了那一天呢 肯定啊 大家会为了这个一个极力的量号 大打出手 到时候贩卖这个带 8的编号 会是奴隶中的一模大声音 谢谢大家 我是人类888号 李淡再见 赵老师夸你了 听什么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这么些啊 行 赵老师心态特别好 大家好 我是李淡 今天我们这个阵容确实是 非常的精彩啊 三个音乐人 不过呢 现在呢 严格来说啊 这三个里至少有 有三个都不能算音乐人 三个都不能算 但是还是挺好的 都挺好的 很尊重 很值得尊重啊 尤其是我们大老师 本来是没请大老师 然后他是临时顶班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倒霉节目组啊 又发生了这个嘉宾临时毁约的情况 你们看过那个吐槽大会 就应该还有印象 我在吐槽大会里说过 就说有一个那个小鲜肉 对吧 马上就要来了 然后放我们鸽子不来了 我也没敢提他名字 因为那个粉丝惹不起嘛 对吧 今天这又又不改 今天这个呢 我好好说一说 因为这个人不可能有粉丝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 陈 认识陈 知道吧 你们用微博就知道他 隔三差五 大脸 我们屏幕上一贴 给你发红包啊 什么什么油品 疯狂折扣机 打那个德行 就这么个人 然后说不来 你知道为什么不来吗 理由也特别奇怪 你知道为什么不来吗 说不想跟我们天佑同台 嫌弃我们天佑土 天佑土吗 确实 确实 确实是 确实是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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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暴力 还很暴力 这个确实是 对吧 有那么一点 但是这也跟谁比 跟我比 是土 跟你不是很般配吗 陈老师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出一道 诗歌赏息题 注意听 艺人我饮酒醉 和我为自己代言 到底哪个跟土 是不是很难取舍 这是当代互联网审美的一个困境 很难取舍 他们俩你说 他俩真的很搭 特别难分高下 怎么判断 你就说挣钱的方式 谁更体面 感谢老铁送上的火箭 和某某优品 疯狂折扣剂 全场 哪个体面 我觉得还是我们老铁体面 对不对 还是我们老铁体面 我相信这个时候呢 陈老师肯定要狡辩 说我们不是 那谁让你不来呢 你怎么狡辩 当然我也没有证据 就说人家 这就是网上都看 都说那个 说那个什么优品 是货 对吧 这个呢 我就想请陈总 思考一个问题 你看我手势都设计好了 你不来 我想请陈总 思考一个问题 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卖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卖的是 是不是比你真的卖 还可怕 产品没有问题 大家就觉得有问题 是不是代言人 出了问题呀 当然这个确实 他临时不来呢 我们就请熟人卖 请朋友啊 大老师特别好 推了好多通告 昨天临时赶过来的 让我们把掌声 送给大老师 好 接着说成 扫扫扫扫扫 够了够了 今天就这样了 不说了 其实说他们呢 也是就折腾吧 其实这些互联网创业的人 就特别能折腾 对吧 你们最近看那个新闻了吗 那个叫贾跃亭的 知道吧 那个什么恶事的 贾跃亭 知道他出事什么的是吧 你说本来刚出来的时候 多能折腾 电视 手机 哎呀 这个汽车 要改变世界 现在呢 员工告他 客户告他 投资人告他 他怎么办 只能一个人 跑到美国 刚买的大别墅里 孤独地活着 太坦了 同情的 特别同情的 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就叫甲跃亭市的下场 为什么这么多人折腾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折腾 能得到甲跃亭市的下场 就是万人妥骂 重判亲礼 但是有钱 确实是有钱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 就走上了折腾的邪路 其实啥叫折腾 就是一个人刚能做好一 非要做二 这就是折腾 你比如说我刚能做好一个邪手 非要自己说脱口秀 你说能能说好吗 能有什么好下场 无非就是甲跃亭一样的下场 对吧 就让我在别墅里哭 我不知道你们投钱 不用不用 不知道你们投钱 不用不用 这个就是互联网商业 就折腾 你们搞听一个词 应该都听过 互联网思维 听过吧 但是你们知道 互联网思维啥意思吗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啥叫互联网思维啊 就是本身普普通通的东西 一旦搭上互联网 就开始扰乱你的思维 骗你的钱 对吧 本身就是普普通通的 烤串小火 搭上互联网 年如过亿网红 本身就是普普通通的 搭上互联网 成个优品 很奇怪 很奇怪 还有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 一些酒吧里说投口秀的 搭上互联网 什么全网 首档大型喜剧 投口秀高手就骗你们的 这些人会啥呀 都是忽悠你们的 但为啥要在这折腾 无非呀 就是都期待得到一个 贾跃亭一样的下场 但是那样的下场真的好吗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这种折腾真的可取吗 这是当代互联网审美的 另一个困境 谢谢大家 李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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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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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像这样的托儿以后可以长请 好吧 以后可以长请 大家好 我是李淡 别克新军威拥有九个党位 可以平稳变速 无顿挫感 为什么我一下子要说别克新军威 为什么要强调可以连续变速 无顿挫感 因为普通的车只有六到七个党位 变速会有顿挫感 但是不要说车 就是你听着段子 听着好好的 突然一变 你也会感到顿挫 我们今天是要聊一个聊朋友 好吧 今天是要聊一个聊朋友 今天是 我觉得朋友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发现就是这个 越是亲密的人叫得越不勤 越陌生的叫得越勤 对吧 尤其在这个娱乐圈下课去 陌生人第一次见到老师 哥 姐 妈 你说这海涛哥真是太狠了 把这个娱乐圈这种虚伪的这个客套 推向个极致 你让我们怎么办 我想叫一声齐山姐 我也不能占你便宜 我怎么办 我只能叫黄老师 但是黄老师 我能跟人家学什么 唱歌人唱得那么好 我学不会 还能教我什么 张大嘴 对吧 对人生也没有帮助 对人生也没有帮助 娱乐圈其实挺麻烦的 就是娱乐圈交朋友这事 就是你要叫得亲 但是呢 你要小心他的粉丝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发现 就是一个人 如果跟比自己红很多的人走得太近 那粉丝可能会不高兴 说你不要过来蹭我们家那谁谁的热点 别这样 不要那么势力 我们就不能交朋友了嘛 再说蹭热点这个事有用吗 我们海涛哥哥 在快乐大本营蹭多少年 你看看 冰冰凉透心凉 对不对 就是快乐大本营啊 那都不是一般的热点 那是娱乐圈的激战呢 在激战待了12年 不忘初心 截然一身 何九老师都感动 跟海涛哥说海涛啊 来快乐大本营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光顾着快乐啊 接着说粉丝啊 粉丝就是有时候挺讨厌的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现在这个娱乐圈是这样的 明星之间呢 关系都不错 那粉丝却十分的凶残 明星亲如一家 粉丝相互妈妈 我发现这粉丝 就特别不拿自己当外人 天天就帮着他自己的偶像 出去骂这个骂那个 不好 对吧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揭露了一个娱乐圈 血淋淋的残酷的现实 你别生气啊 就其实啊 真的很少有明星 拿自己的粉丝当朋友 真的 你们别生气啊 你别生气 你们跟着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你们跟着我一起思考 好吧 就是你们想 这明星那个保镖啊 那是给谁雇的 防谁呢 啊 仇人 嗯 仇人会去看他演唱会吗 仇人会追他车吗 仇人会查他酒店信息吗 啊 你们回去新闻里数据统计一下 看一看明星的保镖 打过多少次仇人 又打过多少次粉丝 别生气啊 不要生气 你们有些粉丝做的确实是过分 对不对 在查人家航班信息 酒店信息 其实有点侵犯人家隐私权的 又去接机 人家用你接机吗 啊 人家坐你车吗 啊 那为什么 就没人接我呢 啊 就最近经常 那个什么 我现在不是啊 就稍微好像红了一点啊 有很多工作 现在微信啊 经常就好多不认识的人 加我 上海就啊 我是哪个哪个公司的 你现在出来接活多少钱啊 你听听你这个用词 我们国家嫖娼违法 你知道吗 啊 啊 就不知道现在的人打啊 对不对 其实就是在生活中还都 基本上都知道谦让 知道礼让 就一隔着这个屏幕啊 哎说话就特别个人 你们发现了吗 就特别没素质啊 就一代互联网用户 人以理智性水平 全面倒退啊 我分析了一下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隔着手机啊 搭不着了 真的 我们开发一个科技 就我这个手啊 能顺着手机屏幕伸出来 你说你还敢那样说话吗 啊 杜海涛不是一个好主持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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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口球大会广告震度 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但是别克新军危确实好啊 确实好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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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是这样 维尔就说这个客气啊 就是说这个客气 不光是陌生人 就算是真的朋友 甚至是家人 你都客气一点 对吧 虚着点能和气 你们这个日子过得下去 你像我跟张二高老师 我们多熟了 我现在我都还是要尊称他一声张老老师 对吧 不管内心有多么的不屑 啊 这都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 啊 希望大家呢回去以后 对朋友 对家人都能像我一样 虚伪中 透着热爱 啊 谢谢大家要留待 大家好 我是李大 这期呢聊什么北上广啊 爱来不来 现在呢就很流行一个说法 很多人爱聊这句话 说什么要逃离北上广 对吧 去田园木戈 去寻找诗和远方 朋友们 我就来自远方 是吧 诗和远方真的过够了 我是一个内蒙人 我真受够了 很多人很羡慕 还说内蒙人很好啊 大草原 星空下多美啊 你看图片是很美 你知道星空下有多少蚊子吗 内蒙的蚊子就跟这个麦差不多大 我不夸张 就草原上啊 真的就这么大 而且你知道草原上是没有厕所的 我们从小只能在草原上方便 然后你在草原上方便呢 我们就从小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蹲那方便的时候 你不能稳稳的蹲着 你得有规律的晃动 这样的蚊子不会落到你身上 你明白吧 很实用啊 你们游游去草原玩 这个很实用 真的 你让这种这么大个的蚊子 叮一下屁股 腫得你裤子都提不起来 特别夸张 我现在都是后遗症 就是田园木戈的后遗症 我现在马桶上坐着 我不这么晃两下 我就觉得方便的不彻底 所以你说田园木戈有什么好的 很多人还很向往 是吧 那个孩子的诗啊 写得很向往 什么 喂马 劈柴 从今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喂马 你喂过马吗 我喂过 我喂马的时候 真的很关心粮食和蔬菜 因为卖菜的车 一个星期才来草原一次 你们小时候都说 妈妈 我想吃汉堡 妈妈 我想吃薯条 我啊 妈妈 我想吃新鲜的大白菜 很苦啊 那个日子真的不好过 你说我们内蒙人 为啥那么热情 因为寂寞 草原上好不容易来个人 我还不热情点 为啥要灌你喝酒 就想让你喝难受 多陪我呆两天 而内蒙人劝酒 你咋当下不能再喝 再喝走不了啊 我们就 哦 是吗 床都给你铺好了 那个 问你啊 你睡觉的时候爱动吗 翻身什么的 不爱啊 那容易让蚊子叮了 你动 那个 为什么蒙古包丽有蚊子 因为蚊子特别喜欢牛粪 蒙古包丽有牛 你别激动啊 蒙古包丽肯定有牛粪 要生活 你刚吃的那个肉啊 就是烧牛粪煮的 圆汤化圆食 Welcome to田园木鸽 你们没过过那种田园木鸽的生活 而且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现在说这个逃离北上广这个事儿 宣传逃离北上广的媒体 组织逃离北上广的那些营销账号 这些人啊 是不是全部都生活在北上广 这是不是太像一个阴谋了 说你们快走 北上广不好 说你怎么不走 哎呀我走我走 谁骗你们钱呢 我就坚守工作岗位 而且中国其实有四个异线城市 为什么只聊逃离北上广 这会不会是深圳市人才引进的一种手段 你们都在那说逃离北上广 人家深圳 来了就是深圳人 哈哈哈 而且很多人就为什么老说这个呀 说要田园木哥呀 就是解释都是说 因为说时代发展太快了 人心浮躁啊 想慢下来 让自己的心修个价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说法 因为我觉得时代就得发展的快 你仔细想 就是时代发展的快 才给了你慢的权利 你明白吧 你在城市里生活 田园才是木哥 你只能在田园生活 那就是你一生唯一的哥 你只能在那呆着 很惨的 你想如果时代发展的慢 那我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小时候过的是山头等白菜的日子 现在过的是把这个编成段子 骗你们钱的日子 是吧 这田园木哥能做到吗 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谢谢大家 等一下等一下 田园木哥呢 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有田园木哥 才能保证牛奶的鲜呢 我们现代木业鲜雨纯 牛奶从挤奶到加工 两小时完成 真正的鲜呢 是最能装嫩的牛奶 看到没有 是城市 让我赚到广告费 谢谢大家 我是李大 刚刚这一幕叫应援是吗 没体会过啊 第一次啊 不太适应 不太适应 大家好我是李大 好笑 其实很多小孩 小时候都比较喜欢恐龙啊 至少那个小男孩是啊 你爸你妈会给你买很多恐龙的玩具啊 恐龙的画册啊 哎呀你爱死恐龙啊 终于有一天去跟你爸说 爸爸咱们什么时候能去看看恐龙呀 你爸告诉你恐龙早就灭绝了 不是爸 恐龙怎么灭绝的啊 这个不知道啊 就有时候是火山喷发 有时候是小行星撞击地球 哎呀我哪懂啊 小行星这个东西啊 特别的淘气啊 没准哪天还得再撞咱们一回啊 不是爸 那不是那个 那样的话咱们不就也就灭绝了吗 你放心吧 到那个时候咱们早就死了 那一年呢我是八岁 非常的恨知识 非常恨知识 这就是人和恐龙的区别 恐龙灭绝了 但是恐龙不知道自己要灭绝 所以他活着的时候是能度过愉快的一生 是吧 我们人类都是提前感受 你让恐龙哪怕到了灭绝当天 他都无忧无虑 啊 两个恐龙草地上一躺 两小无才 小短手是吧 一千 很开心啊 看流星 看流星 啊 哎呀 哎 越来越大 哎 嗯 越来越亮 哎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啊 啊 很开心 你说你赶紧许个愿吧 啊 这个小恐龙说 那个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啊 确实啊 这个科学家发现的时候啊 还在一起呢 是吧 还在一起 啊 你说 那些很有用的知识啊 比如说不要闯红灯 多简单 啊 多有用的知识 不是天天还有人闯红灯吗 然后光光被车撞 是吧 就没有用啊 您我小时候学完了 但是我小时候学的时候用不上啊 因为家里就是草原嘛 没有红灯 然后 我后来长大了 第一次进城见到红灯的时候 很兴奋啊 知识啊 有用武之地啊 我一边靠近那个十字路口 心里一边默念 红灯停 绿灯行 红灯请您等一等 啊 过去看红灯 停 很高兴 然后我爸就看我 孩子 这两边又没车 爸爸今天教你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个社会 你不去争 没有人会让你 你不去抢 没有人会给你 你不去闯 没有人会扶你 来跟我闯过去 我那一刻觉得自己特别社会 社会我亲爹 是吧 一下子就瞬间仓了 真的太社会了 就是你发现你一进入社会 就有很多人过来教你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些知识呢 比你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还讨人厌 这些社会上的知识 你学了以后会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当所有人都在闯红灯 而你乖乖等的时候 整个社会 也只有交警能懂你 是吧 只有交警能懂你 如果我人生能重来一次 我就咔 我一出生我就跑山里 像恐龙一样野生 无忧无虑 没有痛苦 关键是我这么干的话 我还很有机会 在几亿年之后 被人做成玩具 印成画册 教会大家 没什么事 不要瞎看流星的道理 谢谢大家 我可能要结婚了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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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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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好意思咋出来说 不用这么激动啊 熟悉我的人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不是那么自愿啊 不是那么自愿 结婚这个事 我觉得大部分人 其实都没想明白 就突然有一天 就两个人好的时间长 突然有一天 哎 好像就要结婚 是吧 就感觉被绑架了一样嘛 就是父母就催你 我女朋友其实也是懵的 我就问她为啥要结婚 她说不知道 差不多就结婚 我特别怀疑 她是不是看上了我的内蒙户口 特别怀疑 我现在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 因为我不想被强迫啊 不想被绑架 人不被绑架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不是反抗 不是报警 是顺从 你主动把自己绑起来 我显得自己特别自由 你要捅我 我先捅自己三刀 人力于不败之地 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自己弄死 让对手非常的费解 所以我呢 从小看这个僵尸电影 一点不害怕 你让他咬一口 你不就也是僵尸了吗 谁怕谁 对不对 就心理建设 所以我现在呢 就在主动想把这个事想通 我想想通 到底结婚有什么好处 我很快就想到一个 就是我终于可以讲 已婚的段子 是吧 就是你不结婚 女朋友 吐槽女朋友 显得特别小心眼 而且就容易分手嘛 你结了婚 老婆 你听这词 老婆 就是用来吐槽的 对吧 而且能有什么后果 离婚 那不正好吗 而结婚啊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让这个 已婚的男人 突然就自信起来 你们仔细观察 你也会发现 就是以前 公司来了新的漂亮的女同事 你上去搭讪 单身的时候上去搭讪 让人骂回来 非常尴尬 对吧 你结婚了 你就不好去搭讪了 你就会非常自信的 摸着自己的结婚戒指 看着这个女孩 哎 我要是没结婚就好了 其实你去了 还是会被人骂回来 对吧 但你不用再体会这个尴尬 结婚的人 就是给自己多了一个平行宇宙 多了一种 永远无法检验的可能性 在那个 我要是没有结婚的宇宙里 每个已婚男人 拥有一切 除了自己的老婆 对吧 而且 当然大家也都见过 已婚男人啊 也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物 是吧 也不太可能 就不去玩搭讪了 是吧 但是也有好处 你是已婚男人去搭讪 被拒绝 你讲不气呢 不同意啊 不同意不同意吧 我有老婆 我有家庭 家庭 是我坚强的后盾 这个呢 当时啊 大鹏被柳妍拒绝以后啊 就是这么安慰自己 大鹏老师可能觉得我在这 讲婚姻就不会吐槽你了是吗 在我们节目没有人是安全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像别克新军威一样 配备安吉星 安吉星 七大类 二十二项服务 车被偷 都能找坏 是车主的强大助手 在我们节目没有人是安全的 包括观众 一不小心就得听一个广告 是吧 体谅一下 要结婚了很缺钱的 体谅一下 这个结婚的坏处呢 就不用说了 结婚真的挺不靠谱的 我再调查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这个结婚证 是让那个九块钱都知道吧 但其实最近很多城市已经免费了 朋友们 市场上一个东西 开始免费了 说明了什么 说明卖不出去 谢谢大家 我是李大 我觉得 孟晨杰可能是对我们这种眼睛 这样的人有偏爱是吧 大家老李大 这个 很开心啊 又看到这么多陌生的朋友 我真的很喜欢陌生人 是吧 因为陌生人可以随意伤害 比如说坐在第三排的这位大哥 你看你长的 跟我差不多难看 你心里难受吗 我不在乎 因为你是一个陌生人 对吧 我就不能跟我爸说老李 是吧 不能跟老李说 你看你长的 跟我差不多难看 是吧 虽然这听起来是如此的合理 是吧 不能这么说 你看我们今天这期聊跟阿黑也一样 你跟阿黑陌生人的感觉 是爽 你跟阿黑熟人的感觉 是难过 你会回忆起很多你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怎么当初就瞎了眼 怎么从小就认识这么个人 我怎么就是他的儿子 就说这意思 就是熟人真的很烦 一些事吧 比如说借钱 大家都知道 很多朋友就借钱借没了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非得跟朋友借钱 那么多银行 后来就想通了 跟朋友借钱不还 会失去朋友 跟银行借钱不还 会失去自由 是吧 人家只能跟朋友借 只能跟朋友借 而且你跟朋友借完钱以后 反而说话可以特别的横 你们发现没有 朋友呢一怕你不还钱 二怕伤你自尊 跟你说话都得哄着说 我都怀疑跟朋友借钱的目的 就包括享受这种被呵护的感觉 你说你去跟 你去跟银行 你敢像跟朋友那样说话吗 银行催你还钱 你催又催又催 啊 是不是兄弟 是不是朋友 啊 我要不是跟我那个 我能跟你借钱 风水 我们流转 你敢保证你们工商银行 就没有一天向我借钱吗 敢保证啊 先生我们敢保证 好吧 我们保证不会向你借钱 你别让我说那些 你就这十万块钱 天天催 年年催 你就我们的感情 就值十万块钱吗 先生啊 已经是三十万了 已经是三十 把这酒喝了 还是兄弟 我们窗口岗位不能喝酒 您再不还钱呢 房子就要没收 你今天把我伤透了 我以后没有你这个朋友 你说你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你活不了的 借一点钱 你看我手机给这短信 啊 多少人想给我借钱 嗯 你还要抵押房子 人家只需要一张 熟人啊 有时候还特别残忍 发现了吗 就是其实熟人之间 相处起来有时候很残忍 比如说家暴 打孩子 像我从小就是被我爸打大的 要不我想拉黑他呢 是吧 特别惨 然后其实这种事到今天也没人管 但我国其实是有为成年人保护法的 但是法律很严肃 为成年人他是看不进去的 我觉得你应该用童话 翻译一下是吧 让孩子从小就能看懂 从前 有一个老兔子 生了一个小兔子 因为小兔子考试不及格 老兔子欧打个小兔子 小兔子没有哭 没有道歉 没有选择响应学校的号召 给老兔子洗脚 而是拨打个 110 童话故事是吧 这才叫童话故事 而且我从小呢 确实也爱我 打我我觉得80%责任在我 我确实是比较讨气 比较叛逆 我爸经常打了我 都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孩子 但是呢 父母的观念特别容易转变 只要你在社会上 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 到处炫耀 我家孩子 是我家孩子 我爸现在就这样 甚至在这个快手APP上 建了个号 天天罚我的动态 又拍我的视频 又拍我的马屁 说我是内蒙人的好儿女 ID 李旦亲爹粉 其实我跟我爸相处的挺好 我始终没有拉黑他 跟他是我的父亲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真的只是单纯觉得 这大哥人确实不错 你们明白吗 你们能听懂吗 能听懂是什么国际吗 就是希望啊 我希望所有人 不拉黑自己的亲戚熟人 都能是出于这样单纯的理由 谢谢大家 加入李大 大家好 我是艾伦苏醒 挺好用 这招挺 我是艾伦苏醒 这个 这门脱口秀技巧 学习了 学习了 说焦虑 其实我昨天就挺焦虑 我昨天坐飞机回上海 然后天气不好 降落不了 你知道吗 机长广播 尊敬的各位乘客 说 由于红桥机场的天气原因 我们需要在上海上空 盘旋一个小时 感谢您的谅解 这也没办法 尝试 但是就 突然真的 我身边不止一个人 好几个大哥就摁那个服务里 把那个三四个空秤 说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不夸张 就我前面的大哥指着那个窗户 我看这明明就可以交货啊 哈哈哈哈 啊 你这都不敢降落 当什么飞行员 啊 你看人家蹲克尔克那飞行员 哈哈哈哈 没游动都能路 哈哈哈哈 大哥 大哥 大哥说着说着激动了 站起来 你说大伙说对不对啊 还煽动我们 说降落落 然后天气不好嘛 就那个颠簸了 大哥 哭 还有没有安全带 这个 能不能再把安全视频给我播一遍 哈哈 你说你都不知道咋想的 神经病 你质疑人家飞行员 人家飞行员 有维达 有塔台 有各种设备 你一个乘客 你有啥 小桌板 折光板 枕头 毛毯 你还可以调节座椅靠背 不有病吧 我觉得特别 就是坐飞机经常遇到这种 但是昨天是那个啥 出差 出差就那个客户嘛 就给我买那个 头等舱 哈哈 哈哈 啊 啊 哈哈 我就 觉得自己咋事似的啊 但是就是通过观察 其他头等舱的乘客 我发现跟人家真的没法比 就那个心气差一点 我们不是一起坐那个 那个百度车嘛 就头等舱的百度车 是那种小车 你们知道吗 很舒服的啊 不挤啊 你们可能 啊就是很舒服啊 就来坐 哈哈 啊想想想 就坐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百度车的时候 经过机场 停了一排私人飞机 那经过的时候 我前后这些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 全部行注目里 啊 全程这样看着 真的 那个眼神特别复杂 本来在那玩手机 忽然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要跟这些人 坐在一起 为什么我旁边那个小眼睛 看起来还很兴奋的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这个就是新气 人家就有这个上进心 对吧 其实你现代人最普遍的焦虑 就来自对成功的渴望 而非常残忍的是 那些成功人士 完全不介意 满足你对他们的渴望 他们会没事就把自己的成功拍下来 发到微博上让你看 啊 特别难受 有的人还爱写书 啊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大哥 我是可以复制 但我不知道该往哪粘贴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复制完你的成功 冥冥之中一个电子音 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您的内存不足 请扩大存储空间 算了 你也没钱扩大 哈哈哈哈 没用啊 真的是 复制不了 就是你要是去问 这些成功人士 咨询一些方法 问完你更久 比如说这位先生 您是怎么取得 今天的成就的 哈哈哈哈 我没什么 我就是做自己嘛 啊 大哥这个自己和自己是不一样的 哈哈哈哈 你做自己做出个非常成功的企业 我做自己 就是在沙发上坐着 用你们投资的APP叫外卖 用你们收购的软件看视频 看你们演讲 越看越生气 输入一条评论 这些姓马的活得真黑 我看有钱人也未必幸福啊 哈哈哈哈 这可能 这可能就是我一生中最做自己的时刻了 你知道吧 我手都哆嗦 打字 哎呀我敢说这样的话 我真是好真实 好有个性哦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不停啊 就非常焦虑的刷新这个页面 看有没有人给我的留言点赞 就是度过一个愉快充实的夜晚 那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是不是也这样过了一个晚上呢 哈哈哈哈 不讽刺你们不讽刺你们 就是 其实焦虑很正常的 一想就能想通 其实是焦虑让我们活下来的 真的 你就想原始社会啊 一个焦虑的人 啊 狗熊来了快跑 不焦虑的人 往那趟 没事 啊 不走啊 你这心态不行了 就不焦虑的呢 就都死了啊 你就这么想 下次你在焦虑的时候 能 没那么焦虑 谢谢大家 我是李大 上台 东西比较多 大家好 我是李大 倒数第二期了啊 这个节目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知道你们是肯定特别的 舍不得我啊 特别舍不得我 没事 别哭别哭 干嘛 别哭 没事 没事啊 所以呢 也快结束了 正好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呢 跟大家 走一波心 走一波心 分享三个 对我的人生 对我的幽默观 影响最深的段子 好不好 这个从来不跟别人说了 好不好 马上就开始 第一个啊 来了 这就来了 第一个呢 是我小学三年级 那是我学会的第一个段子 特别搞的段子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说 一个顾客 来到一个商场 商场门口呢 有一只鹦鹉 说你先卖左脚 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的脸上 翻着啊的表情 那为了让你们听搞段子 也能笑 我们必须有一些花招 对不对 有请鹦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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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继续讲啊 进入状态 进入状态 进入状态啊 开始好好讲啊 顾客来到这个门口啊 店员呢就跟顾客说 我们这鹦鹉 厉害了啊 您先卖左脚 鹦鹉会说 欢迎光临 啊 您啊先卖右脚 鹦鹉会说 恭喜发财 这一试果然是这样 这顾客就想 这鹦鹉这么聪明 那我要是给他叫一起卖 他会说什么呢 哗他就蹦去 然后鹦鹉说 我 吓死爹了 哈哈哈 啊 谢谢鹦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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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这没办法搞段子啊 当然你们现在都听过 但是那个时候 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就是 能把别人逗笑的那种满足感 但是我当时呢 还不理解什么是幽默 我觉得我理解幽默 是在初中的时候 读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 叫《理论》啊 那个就是 我觉得特别幽默 而可能不是那么好笑啊 但真的很幽默 我用段子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啊 说 一个学生问老师 说老师啊 我们去那个串门啊 那个人家刚生的孩子 肯定得抱出来 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哎呀这个孩子 肯定要长得好 将来一定能当大明星 我妹这个良心 孩子长得那么拥挤 对不对 那我要是说实话 我说这孩子 虽然现在健健康康 但我估计早晚有一天 会死 那我得挨打 对吧 我到底不想没良心 我又不想 我该怎么说 老师说这个简单 我教你啊 像你看着这个孩子 你就这么说 这孩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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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好笑 但我觉得这个笑声 是很深的洞察 你肯定到今天都听到这个笑声 对吧 我把这个笑声称为社会笑 你在社会上走 你就会听到这种笑声 你要尴尬了 不想说实话 你就会这样笑 有些人说我没听过 我教你怎么听 很简单啊 你如果是个女孩 特别简单 你就回去呢 回家把你男朋友的手机拿过来 哎 你这个最近 看经常聊微信是跟谁啊 这个时候就能听到了 男朋友一把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 哈哈哈哈 别抢 别抢 没有 对吧 你如果是个男的 你说你不可能没听过 是吧 一个成年男性 听到和使用社会笑的频率 跟他为这个家受的苦 成正比 你是个男的 你没听过 你都应该惭愧 哎 很多人说那李旦 像你这么出于你而不然的人 也会社会笑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哈哈 我也只是个普通人啊 只是个普通人 但我真的觉得鲁迅先生这篇文章 就给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幽默就应该这样 很深刻 观察 洞察 反讽讽刺 各种 然后我就尝试着写了很多自以为也很高级的幽默 没人笑 啊 没人笑 我就陷入个自我怀疑 是不是别人都傻呀 就很自负了 特别愚蠢 他们怎么都听不懂呢 就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 我遇到了影响我人生的第三个段子 这个甚至都不是段子 是我在东京啊 旅游的时候 在街上看着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 特别荒谬 但真的好笑 下面我就把这个演给大家 好不好 你们不要吓到啊 这个声音有点大 但很安全 有没有人想玩一下 来来来小风来 要不你我跟你说小风要不 放放放放放放 我跟你说小风要不你是个普通观众 来来来来 送给你个 我还想看 算了 这个呢就是我现在对幽默的理解 我觉得不用高级 也不用深刻 好笑就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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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咳